欢迎收看今日加州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川普庄园突袭事件 可能引发新一轮政治风暴 通膨制资产亏损 中小企业可抵免税收 加州干旱运输昂贵 将果农计划转战加拿大 于明月合影 加州苏氏园林涌入打卡人潮 首先来关注 川普庄园突袭事件 在本周恐怕会引发又一轮政治风暴 当川普一方的诉求 还未进行法庭听证之前 联调局已经看完了 从海湖庄园带走的文件 来看详细报道 华盛顿邮报报导指 根据美国司法部8月29日提交的一份法庭文件 联邦调查局特工已经完成了对海湖庄园收缴文件的审查 包括受法律保护的仅限于律师与客户之间的私人文件 这意味着川普一方提出的动议 还未进入流程就已经失去意义 此前川普律师团要求法官 暂时禁止联调局查阅文件内容 并指派一名独立特别主事官 监督联调局的文件查阅过程 有关该动议的听证会计划在9月1日举行 上周五 司法部依据法庭命令 公布了联调局突袭行动宣誓书 但该宣誓书被大幅删截 引发公众对透明度的质疑 司法部的下令及联调局的行动是否有合法依据 突袭前总统私人居所事件发生后 民调显示将近八成的共和党人认为 背后主使者是川普政敌 是为阻挡川普参与2024大选 川普在其社交平台发文说 现在得出最终结论了 联邦调查局在选举前埋葬了亨特拜登笔记本电脑事件 他们知道如果不这样做 川普将轻松赢得2020年总统大选 这是我们国家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的选举欺诈和干预选举 根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 美国国家情报局总监海恩斯的团队 将评估从川普庄园带走的文件是否存在危害国家安全的问题 新唐人记者李兰 史蒂夫兰斯 纽约华府联合报道 通膨与景气低迷 让不少中小企业资产出现亏损 有南加会计师建议商家业者准时报税 并善用扣除额 他指出资产亏损在来年可以抵免税收 通膨除了使生活和商业成本增加 中小企业资本或投资也面临亏损 南加州会计师鸿伟提醒业者诚实报税 善用扣除额 比如说你是Schedule C的报税者 或者是利用Schedule E 他可能有Partnership 他可能有S Corporation 或者是他可能有房产在出租的话 比如说房客欠租 包括他的维修成本增加 包括他的这个通勤成本增加 其实这些部分我们都是可以去做这个抵税的部分 他指出通过节省税负能应对布景器 根据政策 若资本亏损超过3000元的部分 可以递延到明年及后续年度 抵免税收 如果有营运损失的话 那其实它是可以递延的 可以递延到之后 就假设我明年有赚钱的话 我可以用去年的亏损来抵今年的收入 当年度可以抵税 抵一般所得是3000块的上限 他鼓励纳税人要进义务准时报税 维持良好的官方记录 有助于未来争取权益 除了报税 也要了解自身权益 比如说我今年亏了1万 但是我今年我可以抵我工作收入的3000块 剩下的7000块我就递延到明年 可以抵明年的这个资本利得 假设我明年股票赚钱的话 我就是拿今年亏损的这个7000块 去抵掉明年的收入 新唐人记者欲经许展成 洛杉矶采访报道 北美最大的两家浆果销售商 因为加州的干旱 运输成本高涨等原因 决定尝试在加拿大种植莓果 带您了解 加州的两大浆果销售商 Drisco's和Nature Ripe Farms 已经开始在加拿大的安大略省 和魁北克省 尝试大规模种植浆果 业者表示 由于加拿大对浆果的需求量大 所以决定尝试在气候较冷的加拿大种植 他们也为浆果设计防雨设备 延长浆果的生长期 江国业者Drisco's在加拿大的试验果园 Masses Nursery 今年预计将丰收80吨到100吨浆果 由于加州气候环境温暖 适合浆果种植 但面对汉勤恶化和不断增长的种植和运输成本 令许多果农苦闹 根据加州公共政策研究院的估计 仅因为干旱 加州的农业收入损失和抽水成本就增加了11亿美元 新唐人洛杉矶记者站综合报道 距离中秋节还有两周 海外最大的苏氏园林提前挂起了一轮明月 邀请不同族裔和文化背景的民众 一起感受月圆人团圆的佳节气息 中秋节前夕 数千名游客涌入南加州的苏氏园林刘芳园 在湖边的亭台楼阁里赏月 拍照 并把承载着他们对未来期许的许愿灯放入湖中 主办方把气球设计成月亮 在湖面映出倒影 也使不少游客留影纪念 现场的弦乐四重奏 演奏着《但愿人长久》 《在水一方》等经典老歌 有一位先生他就突然跟我们说 哇 我好久没有听过《在水一方》了 这是我大概二十年前听的 然后那个当下那个moment 我觉得就蛮温馨的 亨廷顿图书馆的刘芳园 是海外最大的苏氏园林 每年中秋节前夕都会举办活动 让不同族裔的民众 体验中秋佳节的气氛 让所有人在这个节日中 都能见到自己想见的人 都能心想事成 都能一切平安健康 中秋节快乐 新唐记者张博元 李佳英 郭约希 洛杉矶采访报道 加州州长纽森 日前任命42岁的杨振威 担任河滨县高级法院法官 杨振威近日在河滨县法院正式就职 来看详情 8月26日 新任河滨县高等法院法官杨振威 正式在典礼上宣誓就职 现场有上百人出席表示支持 杨振威是河滨县高等法院首位华裔法官 当天妻子和孩子也到场亲自为他穿上法官的黑色长袍 很感动这个大家不管是我的亲戚或者朋友 或者以前的老朋友都跑来到我们这边来 可以跟我再敬念这个 我觉得做法官最重要的就是说 不是说只是说会念书 但是也是要说可以跟普通的人来往 了解他们的情况 他期许自己未来能对不同案件做出公平判断 我希望是为了判断 我能够听到各方面 真的在谈论他们的姿势 在谈论前进行判断 甚至他们跟我的判断 他们能够明白我的判断 当天也有许多法官和同行伙伴发言表示支持 Jerry Yang is very good at what he does he knows the law incredibly well he has come up through the ranks of the U.S. Attorney's Office you know against some very qualified people as well and he became the chief there like I said he's very very qualified very hard working we're all very proud of him for achieving this position Judge Yang is an extremely intelligent hard working person 杨振威自2020年起擔任联邦检察官加州中央司法区 河滨县办公室主任 并于2016年至2020年任职河滨县办公室副主任 新唐人记者杨洋 加州河滨县采访报道 感谢您收看今日加州再会 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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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